这是1962年,溥仪和新婚妻子李舒贤一起招待来宾时的合影,高朋满座,大家谈笑风生。 这时候的溥仪真正从一位末代皇帝身份中走出来,转变成了一位普通的公民和普通的丈夫。 李舒贤陪伴溥仪走过了他人生的最后几年。 1967年溥仪去世后,此后的30年间,李舒贤再也没有结婚。